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GSG UK Homes 和大家來到Cambridge附近 一個地方叫做Signor 看一個新樓盤 叫做Winchinth 今次看的發展商是Barris Holmes 我們有另一段片是介紹David Wilson Holmes 我們之前有段片是介紹了Barris Holmes 整個Development Plan 大家想看的話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 我們今次看的示範單位是4房 Ratley 1317呎 只有兩層高 所以都比較省了這個樓梯位 那我們就進到Ratley這個單位 進來的時候都幾闊的這個位置 直播是廚房 這邊就是廳 我們先看這個Study 這個Study的Size是7尺5乘7尺1 Size來計算是剛剛好的 做Office的話 做房間的話就可能稍微小了一點 都夠放一張床的 對面就是Lounge Lounge的Size是11尺乘16尺7 都算是大的窗 還有它最好的位置是什麼呢 就是這裡有隻門可以通到廚房 其實會令到整間屋的Flow會好很多 尤其是一間可能不是叫做非常大的屋 這一樣東西是會令到這間屋的感覺 是闊落了 尤其是人多的話 那不需要在走廊裡經常撞來撞去 那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路 可以去到不同的位置 那感覺真的會好很多 那在門口旁邊呢 也有一個小的Storage 那這邊呢 就是有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在房間的中間 所以是沒有窗的 不過呢 也有個抽氣 那大小來的 我覺得是幾好的 不會太大 然後呢 就到了廚房 那廚房的Size是26尺7 乘11尺9 那都比較長 長身 那我覺得廚房其實是幾好用的 這個位置 那先看看這一邊 那是雪櫃就是這個位置 那以一個的四房單位來計 那其實他只有四個路頭 是稍微少一些的 因為通常其實都是有五個 那都有兩個的焗爐 抽氣線 抽氣煙 那這個Size也不錯的 那還有是看著前面的花園 那這個設計幾好 那還有我喜歡這個位置 就是多些位置可以擺東西 尤其是煮完飯 那或者煮好一些菜 這樣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混過去 那其實我覺得是幾好 那整個畫面很溫馨 那就是媽媽也好 爸爸也好 那這樣煮完飯 放在那裡 那小朋友也搬過去 那 我覺得這個不錯 那還有部分的單位 就好像是這樣 那會有一個的Wine Cooler 那這個小碗碟機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大家都見到 那前面有一個的 Utility Room 那所謂的Room 其實他都沒有門的 那但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門可以出到外面 那還有那個的Bola 就放在這裡 那洗衣機就在這裡了 那沒有個門沒有那麼好呢 那坦白說沒有個門呢 那這個就會比較冷一點點的 所以呢他都弄了個Radator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就看看前面這一邊 那現在呢 就放了一張8人的飯桌 那其實坦白說 如果前面不放電視 那樣的 你可以放一張10人 12人 都沒問題的 因為都 挺深的 這個位置 那還有都算是 挺光亮的 尤其是這邊的窗 比較大 那相信大家的方向感都好 那不用說到這個門 那就是出回廳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尤其是開Party的時候 非常之開心 那我們看完了樓下之後呢 那我們就上樓上了 那我們就上樓上了 那直望呢 那就是個Family Bathroom 跟著左右 那邊有兩間房 那我們先看左 左 左 左手邊先 那先看看主人房 那主人房呢 都幾光亮的 看到有兩隻大的窗 還有這邊呢 還有兩邊窗 所以是 都幾光 再加上有鏡的位置 那就令到整間房 對啦 光線是極致充足 跟著呢 這裡就有個的 的 en suite的 shower 不過可惜呢 這裡呢 就沒有一隻窗 那還有呢 要upgrade 做個 由radiator 變成了浪毛巾架 才會好用一點 那這個Bad 1的size呢 是179x12x8 那Badroom 1隔離呢 就是Badroom 4啦 那size呢 1979x10x4 那其實都不小 雖然是全屋最小的房 那都有個大的衣櫃 這邊還夠位置放書桌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其實整個development都幾大 那正正那裏呢 這個呢 應該就是個小殼啦 那它旁邊呢 就是個farm的bathroom 那是有窗的 那大家都要做回upgrade啦 那就是把半磚變成全磚啦 那就是把半磚變成全磚啦 那加多個farm 那它隔離呢 那就是Bad 3啦 那size是93x11呎的 那它隔離呢 那就是Bad 3啦 那現在看得更清楚一點 那還有呢 都是舊位置放一個入場衣櫃啦 然後到最後的房間之前呢 那到最後的房間之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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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呢 都有個的Storage的 那都幾大一下 那Storage都 那到最後的2啦 那那size呢 是11.73x14.73的 那這邊呢 都有個入場的衣櫃啦 那發展商很喜歡 在這些情況之下呢 樓底不是很高的情況之下 做些 吊燈 吊到這麼低的燈 那令到整間房間好像 再矮一些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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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差不多看完這個單位啦 最後呢 看完這裏 門後面呢 那裏有個Storage的 那所以其實Bad 2呢 都很多的 位置可以放東西啦 那那我們呢 就看完了這個的示範單位啦 那我們就出在外面那裏 看看啦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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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呢 那裏呢 那我們呢 現在就來到了 聖尼亞斯 可以說是地標位之一啦 那裏 那裏 是一間16世紀 開始已經運作的酒吧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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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都真係好靚 我們上回橋之前 大家都會見到在我們的左邊 有些比較新的Apartment 之後我們進入市中心 講回聖日斯這個地方 有33,000人口 人口的結構 大概93%是白人 89%是英國出生 都可以說是一個很傳統的英國白人區 聖日斯這個地方都很長的歷史 都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名字是源於一個以前的修道院 叫做聖日斯 這個地方的治安都相當之好的 Crime rate是59 英國平均是79 所以都是比英國平均低大 我們現在就離開市中心 向著屋間的進化 大家會見到 左手邊的這裏 其實開車的位置大概兩三分鐘 已經可以去到Winternham這個地方 過了這個小小的回傳處之後 在我們的左手邊就是聖日斯的火車站 我們現在就穿過了這條火車軌的橋 去到橋的另一邊 大家開始會見到一些新的樓 這個新樓這個範圍正正就是Winternham這個地方 我們轉去回傳處的右手邊 我們就進去Barrett和David Wilson Holmes的範圍了 在我們前面的左手邊 那個啡紅色的Building就是那間新的小學 在旁邊也有巴士站 我們右手邊就是剛剛提過的District Center 然後很快 我們在這個彎位轉進去 就已經到了Barrett和David Wilson Holmes這個範圍 到最後跟大家看看這裏的實景 現在正在建樓或者建了樓的範圍 一邊看的時候一邊都跟大家講解這裏的效果 其實這裏的小學是相當不錯的 除了屋院裏面的小學之外 這裏附近的小學全部都是Good 還有一間Outstanding 但是中學就稍微差一點點了 所以這裏最近的Good 應該是Outstanding的中學 都要去到Cambon 大概15分鐘的車程才可以去到 你會見到工地都是相當一個比較初步的階段 但其實英國起樓都很快 一個單位由平地直到起好為止 其實快的話可以兩三個月可以搞定 在我們的左邊就是David Wilson Holmes的示範單位 我們也有另一段片去介紹 兩個屋院相比的話 David Wilson Holmes價錢會相對地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空間感也可能會多些 Barris的話就比較平民化一點點的價錢 這次介紹的樓盤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我們英國度租樓 賣樓裝修甚至乎賣樓 也歡迎隨時找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拜託